吃夜宵一定要迎风 还能看到食物的味道 哇 好脏啊 有肥肠 有鸭腿 有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橘子 你们经常问我夜宵 除了炸串还能吃什么 商业第二选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安徽料理 四种主食 米线 年糕 和粉 炒面 还有炒粉丝 这好像是五种 给我来一碗炒面 加一份肥肠 大片的鱼的都被我拉得掉 炒的入味 哎 就是啊 一点都不带水 对 也想要 瞧瞧我看到了 先来个大猪蹄 再来一个大鸭腿 再来一个鸭头 来个捆肠 痴子头也来一个 出入灵魂 麻辣底的关东煮 又拿到一个碗 这边还有巨无霸豆腐片 一片就把碗底给盖满了 来串 娇艳欲滴的鱼丸 再来串 口感嫩滑的牛肉丸 感谢这些路征照亮下的小推车们 变成为了行销打工人的深夜食堂 还是热气腾腾的 现在是深夜的10点47分 先来一串牛肉丸 里面有肉肉 没想到安徽料理里的牛肉丸也很好吃 这个是鱼丸 我们把香肝盖在上面 再来一点卤汁 好吃 可鲜美了 还加个肥肠 吃夜宵一定要迎风 还能看到食物的味道 每个气筒里面都吸满了卤水 哇好香啊 你一般夜宵喜欢吃什么主食 哇 每根炒面上都挂了刚刚倒进去的米汁 这滋味也太风丝了 它就是比较湿润的状态 非常炒完之后就是糯糯的 小肠结 它就是比较湿润的状态 它就是比较湿润的状态 非常炒完之后就是糯糯的 非常炒完之后就是糯糯的 这碗顶配直接拉满 红沫的猪蹄都能感觉到胶原蛋白的 我还吃到了淡淡的黄豆 一点上是黄豆更猪蹄 还有一个大鸭腿 轻轻一咬就全掉下来了 我觉得鸭腿是能超越卤鸡腿的 在安徽料理里 我们把它放到面里面一块吃 豪华升个鸡 我发现戴手套好方便了 随时可以DIY制作美食 再来加点卤汁 有肥肠 有鸭腿 有面 有人知道我看到拖鸭腿 想到什么吗 它就跟母骨鸡爪是一个道理 懒人福音 有多少人安徽料理必不可少的就是鸭头 加鸭腿 豪华看我看 哇 我也整天都觉得鸭头没啥好吃 吃了安徽料理之后才发现她的每一顺都很好吃 关键我觉得吧 晚上来这么一个鸭头 这么一点肉也不长胖是不是 所以不管是什么状态 鸭头是必点的 果然吃到了衣服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看到这里一定要点赞评论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 鸭腿好吃饭 天天开心 散鬼